提多书第二章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 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次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 言语纯全 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 便自觉羞愧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 凡事讨他的喜欢 不可顶撞他 不可撕拿东西 要显为忠诚 以致凡事尊容我们救主神的道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首 公义敬钱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这些事 你要讲明 劝诫人 用各当权柄责备人 不可叫人轻看你 服务人 不可感觉 音乐 得分 音乐 词 词